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6000点以下 那么这个成绩呢 也是发达国家里面表现最差的之一 可能是倒数第一 也可能是倒数第二 中国股市呢 昨天没有太大的变化 上海呢 依然是在3275 上下跌 轻微的下跌0.2% 深圳呢 则轻微上涨0.5% 目前终于是重新爬回到了10500点的高度 但是呢 距离之前的11000点的关键线 距目前还差0.5%左右 那在其他方面 由于朝鲜导弹危机的这个与美国的争执 使得昨天呢 这个欧美股市 毕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英法德最多的下跌1.4% 最少的下跌0.6% 美国三大指数同样也昨天 遭遇了轻微的下跌 虽然幅度不大 但是整体呢 大约都下跌了0.2%左右 那么我们知道呢 随着这个导弹危机 或者说呢 这个导弹风波 引起了这个争议啊 一些避险产品的 纷纷价格出现大幅上扬 其中黄金价格 昨天是创出两个月的新高 达到1280附近 在那么其他的像 白银 瑞宇 瑞士法郎 以及日元呢 也纷纷走出 上扬的趋势 那么唯一的石油价格呢 在昨天没有太大变化 目前依然是在49块5毛钱附近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咱们说的热门话题 着重就来说一下 现在的朝鲜导弹 所引爆的避险资金 我们看到这几天呢 美国和朝鲜 几乎天天就他们的 这个导弹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那这会不会影响到 金融市场呢 毫无疑问的是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的股市 股市也好 汇市也好 都因为朝鲜的这个导弹风波 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通常来说啊 现在的情况 朝鲜就是每隔几个月 都会发射一枚导弹 那么最近呢 朝鲜已经宣布呢 它的导弹射程 可以达到美国的全境 那这呢 这个观点就直接引发了 美国的强烈反应 在周二的时候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 警告朝鲜说道 他说这个朝鲜领导人 金智人一直具有 强大的巨大的威胁 这个金智人呢 如果继续威胁到美国 那么将会遇到呢 美国有史以来 有史以来未见的 史上未见的这个怒火和愤怒 那之后呢 朝鲜方面也是针锋相对 说到呢 他们已经把导弹 瞄准了美国在关岛的基地 然后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 再次发推文 说到美国的现在核武器 处于强烈的 这个史上最强的阶段 也就是说 双方直接就是怼来怼去 相互打嘴炮 那么呢 虽然现在双方 还是处于一个嘴上 或者说媒体的交锋状态 但是呢 整一个金融市场 已经出现了强烈的 避险程序 避险情绪 我们看到这个 以恐慌指数为代表 这个美国的VIX 恐慌指数 或者说波动指数 是在昨天 或者说前天到昨天 这段时间 是走出了大幅的上扬 股市出现下挫 币现资产呢 是急剧上涨 欧洲股市呢 也是纷纷下跌 像瑞士法郎 日元 黄金 白银 则出现大幅攀升 所以说呢 对于币现 我们首先要说 它是有个概念 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美元 如果你是对比 瑞士法郎和日元 那么瑞士法郎和日元 那对于美元来说 就是币现产品 但是如果你把美元 去对比其他的非美货币 比如说英镑 比如说澳元 比如说家元 那么这样来说 美元它自己 却成为了 这个币现产品 所以说你说币现产品呢 是要把两个产品 做一个比较的 也就是说 我们说两个人谁高 肯定要跟另一个人 做比较之后 才能比较得出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币现产品 首先要知道的一个观点 那之后我们看到呢 现在呢 其实啊 这个包括日元也好 瑞士法郎也好 对于美元呢 均出现了大幅的上扬 这使得其他原本 一直在上涨的非美货币 比如说欧元 比如说澳元 在过去的几天 均出现了大幅的回调 有些货币呢 已经接近 甚至于达到了 他们的中期价格的转折点 那么像澳元为例 之前一路是最高涨到0.81 但是现在呢 是出现了 接近于250点的回调 澳元目前在 0.87840附近呢 有强大的支撑 但是这个价格一旦跌破 那么澳元将会出现 更深层次的回调 那说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股市方面 那么生活在很多澳洲的 华人朋友们呢 老实在问 这个全世界发达国家里面呢 美国的股市 英国的股市 包括日本香港都上涨 那为什么澳洲的股市 偏偏就死活上不去 那之前我也跟大家 反复说到了 澳洲股市其实说白了呢 就是两大板块 一个是这个矿业板 一个是金融板 那么呢 在今年二三月份 澳洲股市曾经一度又回到了 5980点附近 一度看上去要上了6000点 但是呢 后来没上 原因就是由于 铁矿石价格 从当时的700一吨人民币 直接下跌到了 420块钱人民币一吨 那么这么大幅的下跌 也使得澳洲的矿业股呢 纷纷下挫 最多的像一些主流的 币和币托和利托 都下挫了25%至30% 然后过了三四个月 好不容易矿业股线的 这个铁矿石价格 回到了550人民币的一吨 但这个时候 澳洲的金融股又不行了 为什么金融股不行呢 我们知道澳洲的四大银行 其最大的资产 超过60%的资产 资产是来自于房屋按揭 不论是商业按揭也好 还是民用按揭也好 只要是房地产市场 出现了任何的 你说秋天 预冷 下滑等等 都会对银行的股价 产生巨大影响 说白了 澳洲的主流银行 其实代表的就是 澳洲的经济 或者说澳洲的房地产 所以澳洲的房地产不好 银行股 它不可能有多大的变化 公计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就情况很明显了 什么时候澳洲房地产 从现在的秋天转成春天 什么时候解开国际买家 对于澳洲房产的限购 那我相信 那个时候澳洲的金融行业 才会有另外一个春天 那个时候澳洲股市 也才有可能冲上6000点 朝着欧美的方向奔去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一些话题 接着来看一个产品 今天要说的是 中国的A50指数 我们看到A50指数 其实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 我们看到这是4小时的图 4小时中期 从今年5月8号出现上涨信号 一直到现在 大约是8月10号附近 都没有出现过 下跌 就是一路在上涨 但是呢 咱们要说的是但是 这个但是啊 就是现在 特别是今天早上到下午的时候 价格 A50价格 一度是触及了4小时的底部支撑边缘 从最高价的12000点呢 大约回调到11600点 回调幅度为2%左右 幸亏现在4小时线还没有被打破 那么一旦这个4小时线大约在11550附近 被打破之后 那我们相信呢 A50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回调 但是呢 从长期 从基本面上来看 A50所代表的是中国的最大的几个央企 我们相信 在目前的国家这个重点扶持实业 重点扶持这个龙头企业的政策引导之下 A50在长期来看 还将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 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呢 在它跌破之后 等待逢低进场 但是信号 我们不能随时抢 一定要等待的时机 等待出现呢 这个转折 或者说买入信号之后 再来考虑 但长期 我本人一直以来都是看好A500 那么最后投资者 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七点钟 这个早上七点 新西兰已经公布了利率 是维持不变 到了晚上六点三十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制造业产出数据 到了十点三十分呢 是美国这个每月一次的PPI指数 和每周一次的失业金申请人数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美国 或者说美元来说 有轻微的影响 但是幅度不会很大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